兄弟们 我们拿了两台14Promance 256的 刚从市场出来 这里就是华强北 全球最大的二手苹果批发基地 我们拿了一台无锁 一台有锁的 在这里我们来解释一下有锁跟无锁到底有什么区别 后台很多粉丝都不知道 他也问我 有锁就是美国的电制运营商 就相当于我们的中国移动电信 只能用他们的卡 来我们国内需要配合华强北的卡贴才能使用 这个无锁就直接插卡就可以使用 跟国寒是一样的 还有14系列都是虚拟卡槽 需要打孔 还有在主板上接个排信 现在技术是相当的稳定 还是性价比非常高 有锁市场我们拿是5400 全新的 这个无锁是6800 相差了一个1000多的差价 有锁的话 性价比虽然非常便宜 它操作起来可能就比无锁要麻烦一点 因为它是使用卡贴 如果以前你用过有锁版本的话 你就可以选择这一款有锁的 无锁的话对比国寒还是挺有性价比的 它也是直接插卡就可以使用 而且它可以双卡双带的 如果你们不介意美版开卡放卡槽的话 对比国寒性价比还是挺高的 现在技术也是非常的成熟 而且我们这边会自保半年 好 我们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